就在中共高层紧锣密鼓的筹备十八大之际 9月1号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突然宣布 62岁的李展书接提令计划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转任实权较小的中央统战部部长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这一宣布让人颇感意外 55岁的令计划一直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得力干将 被一度认为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竞争者 李展书则是胡锦涛未来的继任者习近平的重要亲信 此次重大人事变动后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令计划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令计划的调职再次燃起人们对中共高层 为权力明争暗斗的浓厚兴趣 然而几天后海外媒体纷纷报道 令计划被调离中办主任一职 与他的儿子令谷今年三月在北京发生的一场车祸丑闻有关 在那次车祸中 令谷超速驾驶的黑色法拉利撞上一座立交桥 跑车报废令谷丧生 据纽约时报报道 跑车上当时还有两名衣不遮体的年轻女子 而且车祸发生时 车上其中两人或多人可能正在发生性行为 这起不堪的车祸让人不禁联想到薄熙来丑闻 因为薄罗马的一条罪名就是没有管好家人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不久前因参与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而被判死缓 过被薄谷开来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虽然令计划之子的法拉利车祸还被经官方证实 但这两起事件显然都成为了中共高层两大派系之间争权夺势的谈判筹码 派系政治是研究中国政治目前最主要的招援点 我的观点是中国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弱的领导人 但是有比较强的派系这样一党两派的这样一个布局 一般认为中共内部至少有江泽民的江系和胡锦涛的团派两大派系 我自身认为那是江泽民的一部队 那是江泽民的一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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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胡锦涛和共产党联盟 是另一部队 中共历来有即将离任的老人指点接班人 甚至隔代接班人的传统 目的是能在先任后维护自己的政治资本和政治网络 因此无论是江系还是团派 都希望能借十八大换届之际将自己的人马安插到重要职位上 今年三月 原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倒台 引爆了中共内部在十八大前激烈的派系斗争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86岁高龄的前总书记江泽民 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江反对扩大调查薄熙来 因为这可能牵连到江泽民本人 或他退下来时帮助安插在新领导层中的很多盟友 就在两派为十八大人事安排正的不可开交之际 又有传闻称 总书记胡锦涛希望在十八大上 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 从目前的九人恢复到七人 如果的确如此 那么七人常委中 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外 还可能会有谁呢 李元潮我认为会在立委会议 他现在是总统的领导层 但可能不一定会继续 他可能会变成总统的领导层 李欧阳东 我觉得李欧阳东 我认为会在立委会议 立委会议 他现在是国家的议员 李欧阳 现在是宣传系统的领导层 我认为他也有很好的机会 立委会议 然后有人在立委联网 公共安全服务 我认为王奇山 我认为他也有很好的机会 外界普遍的一种观点是 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减少到7人 将是团派的重大胜利 如果按沈大伟预计的人选来看 有团派背景的常委将至少占到4人 不过最终政治局常委 到底是9人还是7人 名单上到底有谁 谜底或许还要等到最后时刻 才能揭晓 这个派系斗争并不完全是你死我活 而且更多是权力的分配 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政治的高度不透明 以及从王立军出走美国总领馆 到薄熙来落马 再到目前的储君习近平 神秘从公众视线消失两个星期 这一连串事件让原本已经扑朔迷离的中共 十年一次的高层换届 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琢磨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共下一代领导人习近平 请您继续关注 VOA卫视林峰 余阳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